基董市政府社会处社会工作科四个家庭中心 大约有20位社工们专责用主动打电话 以及亲自家户拜访方式 在严峻疫情下关怀低收中低收家庭内 有6岁以下孩童 大约500弱势家户民众了解他们的需要 基董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知道第一线社工们辛苦后 亲自到社会工作科制赠200个防护面罩 希望社工人员外出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力挺社工人员 也让社工们很甘心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不管是案子的本身 还是说他们这些社工好朋友们 他们其实都相当的害怕这个COVID的这个侵袭 所以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送了一些这些面罩给基层诊所联盟之后 我们就接到好几个好朋友 尤其魏小姐特地说你们需要多少个 那我们给他服务处的地址之后 他也不愿意曝光 他也不愿意留下基民电话 就直接寄了这么多将近三百个的防护面罩到我们办公室 那我们第一时间接到之后 我们就赶快 跟我们社会处的那个志工好朋友 一方面是保护他们 也让民众安心之外 第二方面也是培想过来这边跟他们说声 我们加油一起战胜疫情 好加油 特别谢谢我们基隆市议会 呃配想副议长 支持跟呃协助我们提供我们这个防护面罩 那社会工作真的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刚才也跟一座分享 这个社会工作不能暂停 包括我们做这个家暴性侵 儿童虐待老人保护 还有我们500张案的脆弱家庭 我们这个一年的通报案大概是七千多件 七千多件通报案 我们做筛案之后要去家房 那也这个很谢谢市民朋友 接到我们的这个访式的电话跟家房 也都配合着我们 那有了这个防护面罩 我想在社会工作跟福利服务进行的同时 可以让社工人员保护自己 那也保护我们所服务的一个家户 可以让这个在疫情期间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 跟这些服务的工作都不中断 那这物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 也太及时了 林佩祥强调 挺住第一线社工人员 就是挺住弱势家户民众 由衷感谢社工人协助政府和社会 对于弱势民众的帮忙和照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